轻轻的一起车祸意外 这位70多岁老太太过马路时呢 被车撞倒在地昏迷不醒 而一旁的热心民众立刻拿着伞冲出去 帮她来遮雨 一直到她平安送往医院 在上救护车前 老太太恢复了意识 对于民众的热心助人 她觉得非常感动 不顾自己一身失 热心民众目睹老太太被车子撞倒在地 滂沱大雨就这么淋在昏迷不醒的老太太身上 赶紧拿着雨伞撞前挡雨 看到看到 不忍心看老太太淋雨 民众结底撑散 原来70多岁的老太太 走到新竹的京国自由路口 准备过马路 可能是因为大雨滂沱视线不清楚 就这么被一台小客车给撞正着 我绿灯开 我绿灯开 然后她就突然冲出来了 她不行 叫车驾驶也吓坏了 怎么也没想到会撞到人 好在老太太虽然一度陷入昏迷 但是在上救护车前 已经恢复医师 目前在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而两位民众毫不犹豫地 全程乘散守护 让老太太免于可能的二次伤害 也让人看到台湾民众最温暖的一面 记者何孟谦 罗里云新竹采访梦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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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